各位同學,我們剛剛講了五個地球中的自然環境 這一段影片我們會看看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中,我們的生活方式會有什麼不同 我們會從衣、食、住、行四方面去看 首先我們會從衣著開始講 我和上次那段影片一樣,我都會講一些關鍵的字眼 那些關鍵的字眼,這段影片比較多一點,但大家都一起抄下它 首先我們看到那些人會穿動物的皮毛和羽絨來製作衣服 而那些衣服呢,因為動物皮毛那些都是比較厚的 所以可以幫我擦一擦,讓柚子打多了 製成的衣服呢,可以是保暖,防風和透氣的 然後,在沙漠裡面,那些人會看到,好像那個圖片裡面的人 那些人會用布包著頭,而且他們會穿很長很闊的衣服 那這些情況,用這些穿的衣服呢 就可以避免他們被太陽曬傷 那其實就是等於避免被太陽曬傷的意思 那去到食物方面,在極地天氣很冷,很少動植物可以生存 那於是那些人就會去捕魚了 那他們會去,可能在那些冰裡面作個洞,釣魚上來 主要是吃魚類,或者是一些極地動物的 例如那些什麼,海豹啊,不極熊就不知道吃不吃了 然後,在草原地區,草原地區那些人,因為那裡很平坦 很多草,那些居民通常都是畜牧為主的 就是他們會養一些生畜,例如是牛和羊 那於是,他們養的那些牛和羊呢 那也都是會吃回他們的 除了拿去賣之外,也會吃回牛和羊 作為他們主要的糧食 居住方面,在熱帶雨林裡面 熱帶雨林就是我們說很多雨,天氣很嚴烈 所以那些房屋是會興建在竹子,或者是木樁之上 竹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木樁就是一些很長的木柱 那這裡呢,我給了兩個關鍵字給大家 同學,你只需要抄其中一個,下去就可以了 你可以寫竹子,或者可以寫木樁 但要留意木樁的樁字怎麼寫 那麼我們將那些房屋呢,興建在竹子和木樁上面 即是它會高了,高了就令到那些人 他們當如果是在熱帶雨林太多雨的時候 水浸的時候,那家屋就不會浸到 所以可以減低水浸的機會 還有那些房屋呢,那些房屋呢,就有很厚的牆壁,還有一些小窗戶 那些牆壁比較厚的時候呢,就可以阻隔到陽光進去 就是可以阻隔到一些的熱力 幫我改一下 另外呢,因為那些窗口比較小 所以呢,也可以避免到有大幅度 或者很多的沙吹進去燈屋裡面 去到這個行走方面 那些人呢,在這些不同的地方 會有些什麼...他們怎樣去... 他們搭一些什麼的交通工具 去穿梭不同的地方呢 那剛才都說過了 在熱帶雨林裡面呢,有很多的河流 那所以呢,很多的河流 當他們在河與河之間要穿梭呢 就會搭船了 那這些叫做木伐 比較簡單一點的船隻來的 而去到高山地區呢 地勢就是比較崎嶇 很多凹凹不平的路啊 那所以呢,我們都是會用一些動物 幫我們去運送物品的 例如好像旁邊這一隻 體型很小的爐子那樣 剛剛我們就用了一些例子 去解釋著 住在不同地方的人 他們有什麼生活方式呢 而這些生活方式呢 也是讓他們去適應到不同的環境的 那同學呢,就... 可以溫習多一次第六頁的筆記啦 抄一些關鍵字下去啦 那我們明天的課堂呢 會再去有一個詳盡一點的講解 就...